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静静的你会想起我 一生变成船放尽地 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由不得我 我听声在此口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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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教官 你是教育官 你除战术背景 还让兄弟们招着做不就是了 那好 战术背景是这样 你所有的乘戟都被我三排子枪扫倒了 也就是说 你一匹马都不上了 接下来你怎么给我夺下前面的机枪阵地 齐饼该布饼了 撑 撑 该就该 过来 报臣 差不多得了 我看他们挺卖力的 文静 你别管 齐饼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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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用识的 我也敢跟他处情况 咱咱马虎了 这假的是还捞扰的吗 快点快点 这么磨蹭蹭的 我可不能给你们合格 来那个凶的 现在不拼命杀手拼命 都给他拼 谁不拼弄死谁 你这么真枪实弹的大 非得出人命不可 他哪那个凶的 今儿不弄死了一两个 老长果不了怪啊 你骂谁呢 这啥的构头鱼 没骂谁 我是你大爹 这啥的构头鱼 你同意吗 这也是我的口头鱼 快交款 你 叫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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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他张忠昌 就这么大坏鬼子呢 可不嘛 不气不脑面不改色 弄得郭茂成哭笑不得 这个张忠昌 他是家桥下额的 硬冲大屁股眼 你这给他编制啊 他叫你亲爹都行 这种人我打小见多了 可光冒陈人家不适应啊 我 我都想了 哪天我要带他们俩一块去关帝庙 一块拜拜 这就对了 人 人哪 得有点毛病才行啊 有毛病啊 你才能与其相交 看不出毛病来的人 那就说他没有真情 没有真情你怎么可交 冒陈啊水太清 这也算毛病吧 在咱奉军中啊 当年随我在朝南拉队伍起家的那些弟兄们 我叫他是老派 我叫他是老派 还有杨玉婷啊 江登选啊 杭临春 杭临春 没错 像这些人 留过洋 学过东洋人练兵 我叫他们洋派 我叫他们洋派 过去我是靠老派 打出了东山声 现在啊 我是要靠洋派 教咱们怎么开飞机 打洋枪 大炮 还有一派啊 你像那个 郭冒日臣 李景林 等等 没留过洋 但上过陆大 保定军校 我叫他们土派 他们呀 能够当兵的 水大炕 吃一锅饭 那是和咱们训练队伍 要整军 整武啊 就得要把这三种人啊 拧在一块儿 用好了 你这个整理处长官啊 就合格了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这儿啊 有一条子 您得给劈一下 劈啥 劈钱呢 财散人俱嘛 来来来 准 劈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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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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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赢 唉 我是文盲 我就会写准字 哎 这就够了 哎 行了 一碗 來咱爺兒倆喝一口 小媽給我拿一杯子 我這打小啊 也就只會寫個準字 來咱爺兒 有 胡古酒 醃過鵝椒 送我的 你老楚沙海關一戰 種大菜 骨頭轉結實了沒有啊 破杯啊茶壺 我說你小子 粗手闊粗呀 在哪兒發橫財了這次 過了茶壺 不是咱搶銀行了吧 漢青讓我賺你的 那也不能想拿這麼多 你倒 漢青還是咱一起舞班 一塊兒肯閒菜疙瘩那會兒啊 你知道 如今奉君的調度大權在誰手上嗎 這點兒算啥 這星期 我徐承鄞揮金如土 酒會舞會排局 不知安排了多少場 你倆不知道了吧 咱們總司令部那邊 早就改口了 管老張啊 叫大帥 管小張叫少帥 以後咱今天認去漢青 可不能再排劍碗了 也不能再第一七五班那些老話了 那也不至呀 咱哥幾個呀 是漢青的 嫡系 血親血親的 說點兒你們不知道的 嗯 現在啊 郭教官跟漢青的關係 微妙了 怎麼會呢 官兒再大 師生這一種不能沒有吧 你得提醒他 問題他現在是整個奉君的少帥了 楊宇婷 江登選 韓麟春 只對他親熱 偏要和郭通靈個個隆隆的 你說 郭教官那性格 能和那些人 同流合污嗎 可是這往後就得留心了 你茶壺在漢青身邊守著一條 別挑事 兩邊都是能人 那是 那是 哎呀 你茶壺啊 如今也混到高層邊上了 這放個屁出來 那都是內部動向 怎麼了 說一個好玩的 偷偷 那就 再說一個 就說那個張宗昌 知道這什麼 知道啊 就是那個讓郭教官差點給遣散了 漢青出手相助 才渡過難關那個 就他 就這幾天 白撿了一支白鵝武裝 一共得多少人知道嗎 一萬多人 你說這張宗昌 倆月前還破把張飛的 就這一瞻眼 弄出一萬多人的精銳出來了 就從這件事上看 你說 漢青是不是比郭教官還厲害 是啊 咱漢青害死能容忍 就跟大將剛似的 這啥啥都能裝 各有所償吧 郭教官是一戰將之才 漢青弄好了 還真能成一帥才 一會兒啊 我得去軍官俱樂部部局去 啥局 我說這兩部人都好鬥 咱得來點火藥味 讓他們互相撕打一通 彼此出口氣 不打不相識吧 打 你可別瞎出主意啊 還挺啊 挺 都來得給我走了啊 快挺 張總部長 楊總長好氣色呀 郭教官沒和你一車同來 我們倆打對家 一起來不合適吧 避嫌哪啊 漢青啊 錢帶夠了嗎 這兒輸多了 可不行打白條啊 我倒沒什麼 關鍵是老家 蓋不赦賬 漢青就算了 不知道郭鬼子能不能輸得起 別到時候輸幾了拔槍啊 貌塵這排風我是試探過了 跟他打仗一樣 一心做大牌 一掷萬金絕不吝嗇 再說了 楊總長在戰 誰還敢口口嗖嗖的 是不是 放心吧漢青 我已經跟這倆傢伙打過招呼了 今天晚上褲子可以輸掉 但你漢青的面子必須給他 截不住啊 截不住 都是高級軍官 必須得有粉部 來了 漢青 幾位長官都在啊 博臣 怎麼還帶倆隨同啊 介紹介紹 這位是我六旅的軍需官 這位是玉民銀號的馬經理 請他們兩個過來 幫我照看賭注 從旁記賬 要是輸再多了 就得是 這位大財神幫我還賬了 我的天哪 冒塵你這是抬著棺材找死來了 是屠生來了 跟打仗一個風格 至死地而後生 行嗎 不好意思 對對胡 小胡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冒塵呢 你們慢慢玩 我就不奉陪了 工事還有點事 楊總長客氣 恕冒塵無理了 程醫 到 幫我送下楊總長 是 走好 楊總長 請 徐副官 你有沒有覺得 這麻將確實是仙人們的天才發明 彼此兵不見血刃的互相咬牙撕扯 卻又毫髮不鎖 楊總長話說得輕巧 這幾個人能湊一塊 我的老闆動了一個星期的腦袋 但願 新城所至今是非開吧 楊總長今晚能力臨到場 已經是天大的忠心了 楊總長 我那副官有你一半送你了 別玩了走了 衣柄 和啦 二龍細豬 好 發什麼了啊 副帳 你說說你啊 現在春風得意呀 呼風喚雨的現在 我老江就這點好 我是心無雜念深無旁駕啊 我說你算了吧 就一打牌別自吹自擂啊 趕緊的 趕緊的 我郭松林有雜念 這一把牌可不就是輸掉三個連的半月菜金 你要這麼說 那這賬得我付啊 你們六旅的伙食賬啊 一分錢都不許動 值得了 知道了 長官 這個聽漢青的意思 我們是在贏六旅的公款啊 這欲欣何人呢 我還沒那麼無恥 我今天帶來的每一分錢 都是我郭茂晨存在六旅賬上的個人金貼 要是不信 江總監可以去六旅查賬啊 我江登選敢查你的賬 誰不知道 查你郭茂晨的賬 就是查張漢青的賬 查漢青的賬 那不就是查老帥的賬啊 這話說的啊 有點問題 老帥是老帥 我是我 也對 咱們在座的誰的賬 那不都是老帥的賬 你老恨是高人 全咬九 胡了 你打什麼不行啊 偏打一東風 我哪知道他憋著做了這麼大一把牌啊 老江 不能讓你把把都贏 復仗 復仗 該東風壓西風了啊 各位長官 老狗弄得夜消道 要不要打個劍 這首席才剛剛上來 不能斷了套 你問問江長官韓長官 那就接著打 接著打 有一年 北京一家律書所開張 請徐叔征提隊列 上臉是 開公釋坊 下臉是 了私行愛 開公釋坊 了私行愛 這有什麼呀 沒什麼水平啊 這有什麼講求啊 你倒過來讀讀 倒過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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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個意思啊 房市公開 案情似了 這 這 冒塵呀 沒想到 你外表冷峻 內心藏有一盤燙火呀這是 我跟你講 冒塵啊 可是咱們司令部里頭 這個昏段子第一呀 要急 糊了 十三太保 都是你分心了 這 這麼一大炮出來 你不能老怪我呀 你開了這麼一頭 防釋防釋的 你說我這腦子裝不了那麼多東西 一根筋光想這事了 還打錯了 我那是放的煙木丹 你知道嗎 迷惑敵人的 好 你怎麼才回來啊 天都亮了 還是把你吵醒了 蘇修 快給我加點熱水 快點 我得好好洗洗這雙手 今天這手上可是沾了邪氣了 藏得很 來來來 行嗎 行 再來點 行了 行了 誰贏了 當然是最壞的那個人贏 江胖子 除了他還有誰 那你輸了多少 小三萬吧 反正是恨秦兜底 那多沒趣 有去也好沒去也罷 是吧 恨情一片好意我能說什麼 羽狼共舞吧 如今的奉天 那壞人都聯合起來了 反倒是你這樣的好人 單打獨鬥 你怎麼知道我沒在聯合 江武堂都辦到第四去了 軍校是凝聚精英的最好場所 別看他們現在都是些最基層的軍官 雙天的將來 一定在這些年輕人手上 這都什麼事兒 你是沒看見 包了滿滿一皮包錢走 嘴上還說著不在乎錢不在乎錢 就那副嘴臉 居然也是整理處的副總監 你得學學進化論 物敬天責 你就沒那麼生氣了 達仁文先生 肯定沒和壞人一塊上過牌桌 跟壞人打交道啊 也有好處 沒有狼的地方 羊群總是懶洋洋的 沒有生氣 反倒是有了狼群這樣的天敵 羊能生存得更好 不管怎麼說 今天總算見識了 什麼才是真正的賭徒 好笑得很 韓麟淳一再咳嗽提示 可人家兩只眼睛都贏得出血了 早欲罢不能了 是實在飛 走走走 哎呀好像上帥呀 哎呀他汽車咳嗽呢 你看看你看他 那飛得真不錯呀 是啊 做他幾個小時就當飛了 跟他老子一個樣 上天也這麼飛 大膽也是成功的一半嘛 大膽有什麼用啊 要沒我叫他 他能飛這麼這多 看什麼看 都滾回轎出去 是是是 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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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咋的 你要把我家的王掀起来啊咋的 不是 六子是要飞了 那你得说说他呀 这个这这这不从前了啊 他现在担着多多多大责任呢他 两辈人说他也不听啊 随他去吧 不是 这不是 不是 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也爱撒撒爷爷 专挑一个猎马骑骑马 我觉得飞机这个玩意儿啊 比咱们当年的麻要牢靠些 精巧啊 咱妈这个霸子又来了 这 玉条 这这这这 你看这太危险了 那我们先来看去去去去 我知道了你这啥意思 欺马无眼帅气 在这 我说呀 将军亲舞啊 是高对了 飞机有了 军舰也有了 陆军各屡潭 看那个面貌位置一改啊 东北自治原有呀 这会有些经济损失 没想到啊 这收入反倒增长了 今年这个税收总额呀 高达三千余万啊 好啊 这个王永江建议我 闭关自首 保镜安民 我当然想听王秀在的了 可是恕镜封止啊 雨婷啊 都说安平穷义 乃富贵难 忍痛意 忍养难 咱不能有几个钱就烧包啊 从这点上 我搅着王秀才的话有道理 傅臣的话中听啊 可是你安分了 他妈的 别人不安分呀 官吏那几个人 谁不在调事啊 那个南方 那个孙文 他安分了呀 他安分 他就不会让汪精卫和咱搞合约了 那个吴子玉安分了呀 他要安分 他就不会操纵曹坤去慧玄大总统了 那段秀锐 段秀锐安分了 他 他要安分 他让浙江势力早降吴子玉了 那封一下安分了 他要安分 大河三 安通款曲 没想到你雨天私底下办了这许多外交啊 瞎白 啥叫外交啊 外交就是老鸭子浮水 面上看着田径 水下面啊 俩徒子死滑了 来来来 来的吧 老叔 那个刚才天上是你在飞啊 不是我在飞 别人带我飞 那不一样吗 那能一样吗 别人带你飞 你的命在别人手里头 个小兔崽子 跟他老叔玩一招狗令来啦 别飞我油嘴滑舌的啊 你自己啥肉是飞啊 咱航空处有章程 咱是个总办 也得听章程的 听着 听着 像个司令宽部 你懂得挣人先挣己了啊 还是谨慎长好 要学会找替身 古晋城大使者 必须学会找替身为第一要义 找替身就不费劲了 也费劲 费大劲 人家要生起气来 比你气性大 咋了 是不是那个锅鬼子 又让你不痛快了 牙齿和舌头不还打架呢吗 那你不是冒陈记我 我记冒陈吗 有时候为争一本书都要吵一架 不是 人吵完了呀 不是你哭就是他笑的 哦 俩小孩一个奏性 回去吧 又一贯楚楚了 晚上哪去啊 菊池还记得吗 记得 辞职回国了 又回来了 在总领馆做武官 今天晚上约了我吃饭 你还真忙 忙点儿好 我忙了咱爹就闲下来了 要不你什么时候见过 他在花园里溜弯啊 感觉你还真顶用呢 那当然 咱爹比你放手 空军 空军 海军 外交 能交办的都交给我办了 你说我不放手啊 我没说你不放手 我只是说 咱爹比你放手 那鞋不是紧吗 来 穿着这个吧 新买的 不用 穿着就松了 走了啊 这鞋子 我快要去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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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帅小欧 是的 武官先生 对我已经不用客气了 咱是多少年的朋友了 不一样喽 那会儿你是帅爷的私人顾问 现在你是日本国的武官 帅爷再开紧急会议 总参门长先跟你谈 橘池先生 还好吧 很好 很好 你看 咱们不得不严肃地谈话 毕竟你我代表着各自的国家 我端意 来 坐 请坐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江浙战争爆发 这个江苏都军和浙江都军打起来了 你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浙江的蝴蝶翩翩翘 上海 山西 山东 河南 江苏 直立 包括北京 都可能大雪纷飞 大帅已经决心 要由曹根大总统 吴北傅将军作战 鉴于此事重担 大帅急于知道 贵国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的态度习惯了 这 你应该了解 举尺五官啊 咱是老朋友了 没必要用外交辞令吧 那好 我换一种说法 我才听见 假如 对植物作战失败了 他们打到东三省来 你们会怎么样 能否 恰当地予以我们帮助 你是在假设 我也骄傲嘛 当然要顾及到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我没有受传回到假设 那你能不能转达我们的担忧呢 这应该没问题 那就好 还有一种假设 我们这一仗打胜 并且是大胜 进而影响到中国统一的进程 贵国又会取何种态度 我不回答这事 那就转告好了 当然可以 如果 我奉军主力全数入关 那么东三省的父辈 就可能遭受苏俄的威胁 贵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也很关心 看上去 你们已经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想到了 就像已经不够逆转 对吗 是这样 吴冠先生 如果已经见了 那么 今天的同胞 是否已经晚了一点 举迟啊 举迟先生 举迟先生 你在公署任职多年了 大帅这个人 你很轻朴 他就是这个脾气 对不对 他习惯自己做决定 而不习惯别人替他做决定 既然中道的讯息 我们也要责任 尽早全门通知 请便 我看你关心事 那个药什么千万记得吃啊 别忘了 走吧 啥时候开拔呀 没说 少兰舅舅在铁路上 说是京风的客车停运几天了 这铁路上跑的都是冰车 多扰烫白天黑夜的网关内去 说光伤兵的绷带 都拉了好几节车皮了 那得死多少人哪 别捂鸦嘴 这兄爷兄女的不好乱讲 多不吉利 你看咱奉执的脸都白了 疯丫头 放宽了心 咱六子是军团长 这军团长都不保了 那还得了 老五 你那消息多 给咱姐妹们也透透 你说 这一下打和上一下打 不会又一样了吧 那能吗 这一些年 那是准备下了 五个军团 人数是被上回少了 但是兵精将汉呢 上一回打 那才寄门泡王 这一回 那添了多少大泡王呢 你听听 我跟你讲啊 所有的部队 都已经整军级用过了 个个都是三八旅 这 上回那三八旅是出了名了 可那是多少人命换的呀 多少个兵团 到最后打的都没剩几个人了 你就算都成了三八旅 那孤儿刮目也四季 咋了 没事 让四妈妈说吧 说出来 心里好受心 也是 这什么都往最坏了想了 也就心碎净传了 对嘛 你说上一回 帅爷以为六子没了 结果呢 虚惊一场 话别为喜不是吗 四姐你非得说哭了 风之伯 你也不想想 那这些年 咱们帅爷和六子过心肠胆 为了啥 那还不是为了血耻吗 我老五信得过自己的男人 他们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脑袋 去撞男枪 你说他们 那天时地利 他们哪天不在琢磨这个呀 你说你四姐 你知道什么叫三脚同盟吗 不知道吧 那就是广州的孙文 还有老段 再加上咱 咱们三家联合繁殖 那可跟上回不一样了 这回可不是咱爷一个人大拿赌斗了 知道吧 不一样 我丫头 放心了吧 这外面风大 妈妈们去我屋里坐会儿 行 行 行 老五 把你知道的都跟我们讲讲 好 我一会儿跟你细说 明天早上五点来接我 是 敬礼 敬礼 看 敬礼 啊 敬礼 不是 敬礼 dif 敬礼 是 敬礼 吠 Santo 寸愉 刀 咋 是 你什么都不要说 你今天晚上依旧晚都不要说 不要扰乱我的军心 我明天就要走了 今天晚上回来 专门看看你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说小六子 外头有没有女人啊 瞧你说的 感情我是你那些真机作探呢 不管他外面有多少女人啊 今晚上能回来待在自己家里 那就是个大丈夫啊 你不知道白天的军事会议上 都有什么气氛 所有的军团长副军团长 没一个多嘴的 更别提开玩笑了 那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都怕上前线回不来呗 还真那么想啊 可 可不是笑不出来啊 谁知道谁是死是活呀 谁心里都明白呀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 所以啊 谁心里都得有个准备 那你怎么准备的啊 啥呀 你有准备了吗 我准备啥呀 非得我说出来啊 非得我说出来 那就别说 什么也别说 你不说就行了呀 连你心里都没底 也难怪奉执那丫头了 他只要做 他只要做 也能服众啊 我再帮他 护他 捧他 也不如他这一下子 真打野 真他妈的 玩命啊 鲤鱼跳龙蛮啊 跳过去了 他就是龙 跳不过去 回来当他的鱼 说一会儿 整个量 我要送他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至十月 凤系张作霖部 与直系吴佩福部 在直立凤天地区 为争夺北京政权 而发动了第二次直凤战争 军事意义上 第二次直凤战争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海军空军参加 并取得重大作用的内战 此战死伤特别惨烈 政治意义上 第二次直凤战争 以缝隙胜利而告终 从此直系军阀 基本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北洋政府开始了张作霖时代 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轻轻轻的你回念起我 你善变整春风景里 花香的诱惑 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险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难躲 永恒的心也幻梦交错 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 早已有不得我 我听声 在此刻 在此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